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 这么强硬这么阿拔呢 我们连线财经专家 万宝投雇的副总经理张珍威 张副总经理您好 珍威家好 大家好 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阿拔 而且重点是车用晶片荒 已经一年了 我们想问一下说 其实包括了台积电 跟SK海利是三星 他们在车用晶片这个部分 其实都没有做那么多 他怎么可以要求 美国到底这是什么原因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刚听到宜安 的确非常的激动 很生气 我想说有些部分 可能有一部分的网友 大概也会有一些想法跟感受 不过有几样东西 我觉得的确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对于台积电来讲 真的是立场非常的为难跟尴尬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交或不交 对不对 我想很多的人会最想知道的是 我11月8号 那这一天我到底要交些什么 那交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能够配合目前为止 这个美国商务部 像是雷蒙多 他现在已经提出来的这些需求 那我觉得有几样部分 我觉得也是先解开一下 就是我们很多的网友在这几天 我觉得除了情绪波动起伏之外 那有几样部分是大家解不开 而且不太能够确定的部分了 第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会议 白宫这一次在9月23号 他们召开我们这边9月24 跟这个我们参与的人 除了这美国白宫的雷蒙多 就是现在这个商务部长之外 这个有的人认为他撂了狠话 要求这个我们就是包括台积电 三星在内的业者 他们都能够在11月45天之内 大概就11月8号左右 能够交出他们需要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参与的有谁 其实当然最主要列席的 有这个美国主要的三大车厂的龙头 那当然还有欧盟 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车厂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还包含了像是Intel Intel是在里面的 Intel或者是像高通苹果 这些都是参与的科技技术 刚才宜安其实已经有特别点到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这个 在亚洲地区的半导体业者 因为刚才宜安已经有 Cue了一张全球的目前为止 在半导体业界至少前十大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台湾我们的台积电52%多 那么将近是这个三星 韩国三星的一倍以上 我们第一名跟第二名差很多 那么第三名马上就是我们连电 那这里面有几个思考层次 大家就要知道 就是说你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 当时是什么 来我们这个会议不是第一次召开 也很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网友们 大家要了解 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份 那时候其实是谁召开的 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拜登亲自 大家有印象拿着那块那个晶圆片 拿出来秀 然后跟大家讲说他去解决车用晶片 然后拿那个小小的晶片 这个画面非常印象深刻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算是某一部分肯定台湾 台湾的这个地位即便非常小 但是影响全球 影响全球的威力是全世界的 好 那在这里面当时他为了解决晶片荒 5个月过去了 现在为什么再来召开 而且召开的这些对象 可能是同一批 可是来主持会的人不一样 这里面很重要 来主持的是一个商务的部长 那现在这个雷蒙多提出来的要求 到底有没有符合他们开出这个会议 在白宫召开这个视频会议 到底有符合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来跟网友们解析 你就会了解这中间的问题 重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因为你如果要解决车用晶片荒 那么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说为什么这次他提出这些要求 让一安很气愤 为什么一定要去交出客户的名单 为什么要去交出 这目前为止 库存的这个资料 以及接下来营业经历 因为他回答你一句重要的事情 哎呀 因为过了大半年 他发现晶片荒还在 车用的晶片荒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他认为要干嘛 他要搞清楚整体的产业链 而且听清楚 他要搞清楚的是整体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这里面他觉得讯息不透明 所以他要透明化 那他的这个目标 他的设定的方向在这里 我觉得重点就在这里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 听他这样一系列下来 我自己有重要的一个感触 因为我们之前我也长期 长年在跑这个有关 半导体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 那我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不管他晶片荒第一阶段有没有解决 第二次想要解决的时候 他居然要把所有人家的自家的机密 完全透明化 这里有个重大的疑惑呢 第一件事情 你解决的是车用晶片荒 所以宜安也有提到了一个疑问 哎那台积电在占这个国内的车用 就是占全球的这个车用晶片 了不起占4% 三星也是差不了太远 大概都是4%到6%左右 你知道各位啊 你知道这个谁占最多 以往在以往 谁占最多呢 是欧盟 因为他们以汽车场为主 所以是恩智浦 还有英飞林 是欧洲的大厂居多 所以第一件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解决车用晶片荒 重点不在台积电 我们台湾目前为止 在成熟制程非常合适 你使用的是谁 是联电 是谁 是包括世界先进 是包括利基电 哎你怎么来来所讲的对象 要求的对象 反而是台积电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解决的是车用晶片荒 可是现在台积电是以先进制程为主 他重要的重大的获利 主要的来源来自于先进制程 不是你主要的对象 所以是不是你搞错对象 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摆在前面讲 第二件事情 你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你要定出来这些规格 你事先没有讲 事先没有做过任何沟通 突然在9月 你的9月23 我们的9月24 大家在视讯会议的时候 你突然端出这么一道重要的大菜 你现场要求的这是业者 一个是政府 另外一个部分是业者 那这个里面的角色定位 这个美国的政府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权益跟权力 去对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 半导体供应链主要的大厂 你可以这样发号施力 这里面又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了 那第三个 你做的这方面的要求一起适用的话 刚才Q出来的那前十大 里面其实也有中国的中芯半导体 中芯半导体也在里面 对对对 你有没有要求中芯半导体 follow这个 它没有 那你要不要要求欧盟的英飞林 它是真正主要解决车用晶片 成熟制成的 你是不是应该先找他们 对啊 你懂丽丝吗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出一张 就是说车用晶片 包括三星SK海力4 还有那个台积电子 占4%而已 为什么要求 我不懂为什么要求他要交出这个 所以你会觉得一样 所以你就发现 我觉得啦 这个蛮吊诡的啦 就是说其实那天去参加 那个白宫的会议 大家都好像看起来热热闹闹啊 三次要解 大家一起解决这个车用荒的问题 但是殊不知其实台积电是已经知道 去参加了这个部分 他们真的是 就是其实最后通牒在最后一趴的时候 哎他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就是要求这个就是三星啊 SK海力4啊台积电 他们要就是在限期11月8号 还先抵台 那我想再问一下那个曾威姐喔 就说这些这些机密资料 如果交出来的话 会带给这些半导体产业 什么巨大的影响啊 好那这些这些部分既然交作机密的资料 因为对业者来讲 他不只是现在 包括过去 包括未来他的竞争策略 其实都在你要求的内容之列 好那如果都在你要求的内容之列 一按你能够想象吗 这个企业他本身的是 将本求力 他本身经营的企业里面 他最重要的是他现在 尤其是他过去的营业业绩 以及现在的主要的状态 跟最重要的我未来的营运策略 那你现在要我交的 包括像是客户的名单 包括像是现在库存的情况 等会我跟大家细细报告 因为这个刚刚只讲的大方向 相关的未来的营运计划 这些部分已经涉及了 未来各个国家 他们的企业 自己未来全球的布局 跟他未来的产业链 以及他未来要跟他的客户 怎么样来做化托拉肯来定价 尤其是涉及定价 就直接涉及他的获利营收 所以这里面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 这个非常的惊讶 一个政府单位 是不是可以跟全球的半导体供应 不是只有你美国 你除了英特尔对不对 那这里面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 属于各个国家 那是不是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问题就很大 怎么会关门进来 有的网友就讲 这是不是有点关门放狗的鸿门宴 把人都圈进来 在最后的一分钟突然丢 对 最后的最后的那一趴 然后告诉大家说 哎 真的是就是要 大家都说下了一把冷汗了 而且回来其实这个消息 一开始是没有被公布的 是韩国媒体透露出来的 而且第一时间是只有透露台积电 后来才陆陆续续说 其实三星跟SK海利斯 包括英特尔的部分 都有被要求 因为我相信就是为什么韩国媒体 他不是只有一家 他一定有固定的消息来源 来透露 那么姑且大家都认为 应该是三星放的消息 那我觉得我认为 我觉得不意外 如果是三星放的消息 真的不意外 因为其实台积电是从头到尾 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个所谓的闷葫芦 一个非常遵守 遵守他的相关的契约引语规则的 他不会透露的 他就是不会透露 包括他现在是在跟白宫的 官员 大家是有白纸黑 是整个会议一定会存有记录的 所以在这里面 他不可能会去透露 因为对于台积电来讲 他的DNA是什么 就是ICIC 第一个I叫做Integrity 就叫诚信称职 而最后一个C 就是跟客户投资人之间 特别是客户的关系 他很有一句名言 是台积电 我那时候一去之前 N年前 曾威姐姐去跑台积电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就讲 在他台积电 他既然做全球的代工 他的左手做的接的单 跟客户 他进行的这个业务 跟他的进度 不会让他的左手 他的左手接单 不会让他的右手知道 懂了吗 那他右手这个接单 跟拥有的客户的名单 跟他自己做的进度 也不会让他的左手知道 这就叫做台积电 那今天你等于表明了 挑明了要他破坏 他自己原先的这个准则跟原则 来配合这一波段 这个车用晶片 荒只是一个波段 对台积电来讲 最主要他不是他先进制成 主要未来竞争力的一个 主要的对象 也不是他主要的业务的目标 可是你去找了一个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来去做这盘的 你已经邀他进来参与了 他本来就不是在做车用晶片为主的 你已经要求他 而且透过台湾政府已经去找了 透过王美花部长 已经找了台积电 他也配合你了 结果你现在居然进一步去要求 所以而且要求对象 也不止台积电 还包括三星 三星当然就韩国高利益棒子 他哪里哪看 你这样子的这个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 让糟糕全世界 大家才轰然发现 居然美国政府是这样来要求 全球的业者 那在这里面我们回答 一安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件事情 他教这些部分 现在他要求这部分大家要炸锅 那为什么 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的网友要必须要知道 来我把这个我整理了一部分 因为我刚才知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项对不对 但是详细的部分 我简单的列几条 你就知道这重点在哪里 我们想象我们自己 不要说是高科技业者 我们要想象我们是一般的公司 你能不能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第一件事情 当然他要要求自己做供应链的角色 自己要先陈述 我属于这个供应链 整体的半导体供应链 我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第二件事情重要的部分是 你的产制的制程 你到底是成熟先进 或者你属于哪一段的 那么接下来重点来 他要你交出的 你现有的前三大客户 前面三大客户 讲难听一点 各位观众你知道这个问题差别在哪里吗 如果不是川普美中贸易大战 大家都已经公开的资讯 不是我讲的 前三大客户在以前的台积电 除了苹果谁是老二 谁是老二 华为 华为 他要你交出之前的前三大现有客户 这个就算是别的客户好了 哪看呢 那这个说实在这个交出客户的名单 名单还在其次 最终他要你交出 你为这个客户 产制的产品销售的百分比 好可怕 也就是说 真的好可怕喔 真的 我要你知道 比如说宜安 你是我的客户 然后这个 你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通通都是我前三大客户 所以大家才说 他就我要他 这样子会影响供需 就是整个市场会被他被他倒霉 来来来来 因为好客户 我们先静一下韩国这边的说法 那个导播可以帮我cue一下 有一则新闻SOT 就是韩国三星这边的 就是他们等于户三星 这边的一则SOT 可以帮我们cue一下SOT吗 声音可以出来 对对对 美国持续闹金片荒 这回要求台积电和三星等半导体业 45天内提交库存订单和销售记录等机密数据 消息一出引发市场哗然 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吕汉九表示 了解企业对美方要求的忧虑 因此政府将持续与美方协商 尽量减少损失 南韩政府表态出手 因为三星等企业都相当困扰 毕竟美国要的这些讯息 通通属于企业机密 此举还可能对金片价格产生重大冲击 尽管美方承诺绝对不会公布这些机密 但许多企业认为机密本来就不可共享 一名业内人士更痛批 美国政府真正的企图就是施压非美气 来壮大自家企业 而这些韩国企业根本无法忤逆美国政府 因此南韩政府才会出手 吕汉九指出美国政府的要求 主要是为了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 他说供应链相关对话正在进行当中 南韩政府将会持续与美方协商 反映韩方的意见 而美国现在虽然给企业四十五天时间 自愿交出数据 但若美人要交 也不排除引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 强迫业者交出资料 记者综合报导 看到其实韩国三星这边 其实已经是 等于是政府也硬起来了 认为说不应该交出去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 到底雷蒙多 这雷蒙多为什么可以这么如此的强悍 就像刚刚就是那个 万宝投顾的副总经理张宗威 他有提到 其实是个鸿门宴吗 真的是鸿门宴 我想问一下宗威姐 我们再度联系你哦 就是雷蒙多凭什么那么强悍 要求半导体厂 交出最机密的资料 而且重点是 这些大厂 刚刚我们看那则新闻啊 是讲说韩国的政府是要 就是护三星啦 就是要求说三星跟SK海力士 基本上都不会交出这些机密资料 但其他大厂呢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表态说不会啦 但是他们竟然说 就美国竟然说你们不交是不是 不交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办法 他会美国就是峰会之后呢 这美国媒体报导是说 白宫是不惜的就是祭出国防生产法 来强制手段取得这些资料哦 雷蒙多告诉这些半导体厂商 美国坚定的这个立场的背后 有美国总统拜登的压力 就是说因为这几个月的晶片短缺没有改善 这使美国态度呢积极成为更积极 不惜拿出他们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哦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知情人士表示说啦 半导体缺货问题已经变成是一个战争国安等级的这个层次哦 台积电不管是台湾的台积电 或者是韩国的三星或是SK海力士都面临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考验 因为他说我他这人大大就是真的很over的讲说 你们不交是不是不交我们有的是办法 他祭出国防生产法那到底我刚刚问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雷蒙多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就是权 这么大的权力说哦就是要你们交 第二个就凭什么啦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大厂都说不不交 但有可能不交吗 真伟姐 我觉得好有几样部分好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比如说第一个凭什么 刚刚一安的问题 说实在因为他是美国 他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数一数二 甚至可以算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霸权 但是这个霸权霸主呢 他在全世界控有这个半导体经链 经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这里面他自己的业者现在不是第一名了 好现在这是他目前为止 产生一个重大的一个恐惧跟危机 所以现在我相信雷蒙多他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鸡毛当另一件 他自己出来当坏脸嘛 可以看得出来他半黑脸 然后把拜登总统他这种你认为阿拔 好有些人认为阿拔 但他认为他是强权 他现在要厘清目前为止 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未来他要如何再重新掌握半导体供应链 他要在哪个地方拦户拦截 而且能够在抓到key point之后 来做他整体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的调节 我想这件事情远超过晶片荒 远超过车用晶片 所以我才会回扣 我们第一节我们谈到的 他半年前他是用我缺车用晶片 所以我要出来主持一个会议 叫大家业者来配合我 但是这一次不是啊 这一次叫做什么 这一次叫做 美国的白宫 他想要重新掌控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 我再讲一遍 这一次的事情 表面上台面上叫做 我找业者来开解决车用晶片荒 其实这一次你已经从他最后端出来的 这整盘菜 你知道美国他其实急欲 急着希望 而且现在他就要做到 而且未来他你看他最后用这个怎么讲 威胁性质的 说你如果11月8号不交出来 我会制裁 这样子一个方式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一套了 这一套他到底能不能work 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看 因为半导体从美国这个国家 他延展出来 那他曾经在至少在几年前 他一直都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在几年之前 他因为有大量的制造委外 所以中国的生产制造 最重要的是半导体的科技的 重要的这个Mega 以业绩这个技术方面的突破 反而变成在台湾的手里 所以现在他的主要目的开这场会 哪里是为了什么解决车用晶片 那都只是一部分而已 真正的核心 他要重长重新掌控 那美国他的企图心 其实在拜登上任的100天之前 他早就告诉你了 他告诉你的是 他不只是要掌控半导体 他未来要掌控四大 哪四大 半导体是其中之一个 第二个就是电动车 特别是电池 第三个是珍贵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叫做稀土 稀有的土地的稀土 稀有土壤 反正是一种专有名词 非常重要的这个resource一个资源 最后是什么 他一定要掌控包括药物 那这四大都不是随便讲的 所以今天雷蒙多 我个人认为他的确是在传递美国政府 他接下来一系列他的策略跟做法 那韩国三星 他不过是觉得哪有这种事情 的确 如果你以一般的企业界全球具有竞争力的部分 哪里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个韩国三星 他可能透过媒体的披露 他不止一家媒体 他其实两三家媒体共同去披露 一个非常精准的讯息 而且他里面项目都已经出来 泄露出来给大家看 那我等一会我简短的跟大家讲 这就是我界定 现在美国开这场会 他不是为了解决这些车温金片 他是为了重新回到美国 一定要成为掌控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主流位置 那他怎么做 来我们看一下 我稍稍的review一点点不会很难 大家观众听了就知道了 他拿出来的要大家去填 填表格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 他要你交出客户的名单 最重要他要你把库存的这个内容 这个要你交出来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来简单的跟大家讲 他的意思是要你过去一年当中 影响你客户产品品质 就你良率不好 你的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第二件事情过去三年你接单的比例 你从哪边接来单子 以及你后来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出货 第三样非常重要的 这个市场 如果你的产能没有办法 你已经产生障碍 假设你已经产生了 你怎么克服障碍 你是用什么方式 在哪个阶段是克服了这障碍 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 你听起来好像很顺 没有这件事情 就会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 他这样的问题像什么 我举个例子 这像是Intel列出了一张表单 我Intel我打不过你台积电 打不过你三星 打不过你其他的人对不对 所以我Intel这家公司 我跟你有竞争力 我跟你是竞争的对手 我打不过你 我叫美国政府出了一张很内行的 这些跟全世界半导体厂商比他强的 这些半导体厂商 我就是要你的机密 这有什么不同 这有什么不同 你等于是叫Intel去开开药单 然后叫你的美国政府出面 那我问你 美国政府是说 我现在是为了解决晶片荒 一个东东边的问题 其实他要的是西边的目的 那结果这个目的 万一你已经收集出来 假设我是说 11月8号 他真的能够从台积电 真的从三星 甚至从这什么 其他的一些半导体业者 甚至包括像是联电等等 通通都去要到了这张内容 万一他泄露给Intel怎么办 那你岂不是让Intel直接就知道 我过去这几年 我几月的时候 我们往 因为你知道这都是有淡忘机的 我几月的淡忘机的时候 我的拿几个客户名单 什么时候会跟我要求这些货 然后我是用什么方式去克服 这叫做营业经营 我现在讲的都是最简单的 我不必跟你讲什么 7奈米5奈米3奈米不用讲这些 我光是讲你一般的小老百姓 你自己有经营过 甚至的网拍 问一样的问题 你交或不交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众 要搞清楚 现在他拿了一个名目 名目叫做我缺车用晶片 可是现在他要的东西是全世界 凡是要跟他美国做半导体 营业项目的人 你通通都要给我交这个名单 现在就有趣了 一按刚才问了一个 51月8号要交给他什么 好 那台积电已经讲 我不可能去交出这些客户名单 他不是说要寄出制裁吗 好 这里面就有个重点了 那我如果没有交到他满满的要求 这些部分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发的这些令旗 如果来自于拜登总统 他会要求到什么程度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的国 我们国内像经济部 重点是我们自己的政策 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你要跟美国政府之间 我要拿到什么样的一个level 跟谈判的一个技巧 在谈判桌上化解台积电 他目前的尴尬 那目前有所谓的营业秘密法 可是营业秘密 只是属于商业范围哦 现在这个雷蒙多 他拿出的叫做国防生产法 这是属于什么 是冷战时期 他跟这个这个 足联等等 他是用国安的高度 强迫你要交出 所以现在政府如果使用 这些属于民间商业的 你足不足以打这方面的战争 法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 台积电已经跟全世界各个重要 最重要的客户 全部都在台积电手里 他才有办法占 52%以上 全世界占到一半都在他这边 今天他如果交出任何一个名单的客户的名单 以后没有人要跟他做生意 我台积电的未来的生意竞争力怎么办 还有你里面要的这些内容 你以后如果泄漏给这个英特尔 英特尔以后有机会知道了 那我在那个亚利桑那 你不是要我还跑去 你一直要求 给你设了六座厂你还不够 你不够你还干脆回来 跟我要秘方 要我的配方 我觉得真的 真的有一点点过分 真的不是过分 有点阿爸的感觉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 问题是要如何改管 那政府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调明了 政府现在包括经济部现在 寄出来的法令不够用 它的层次level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现在国家是不是有机会 保护我们的台积电 你要用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从修法 我们从国际的谈判跟仲裁来开始 11月8号 你与其发给这些业者 我想我们政府单位都知道了 所以11月8号之前 我们的经济部国发会就 对 你要拿出什么样的部分 什么样的特业来保护我们的台积电 对 可是政府能拿出什么手段来 就是对付美国这一次11月 保护要求就是 你要不要交出这些台积电 这个霍国神殿所有的资料 毕竟我们现在是半导体的 全球世界的第一名 那另外一个我想跟 曾威姐先谢谢 谢谢今天你的分析 今天在周末就是分析的 这么这么清楚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